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多理由 真实的环境就发生了 其实很多人去追究理由 那我个人的想法 你不如欣赏你经历过的一切 做一个视频它没了 然后我重新再做一遍 那个东西为什么没了 有它背后的因由 很多人说我找出原因 防止下次犯错误 对不对 绝对对 但是呢 你耽误的是什么呢 耽误了你犯错误的一段生命过程 其实人从来没说了算过 我觉得太多人根本误不通这个道理 就是说 灵魂也要 人这也要 灵魂也要 人这也要 就是人生感悟的时候 他就那头感悟着 那实在的时候就这头实在着 我不是说行为上有什么差距 我是说他的想法中 人生感悟的时候 对吧 他就变成了心灵鸡汤了 其实他的基础还在欲望这边 我跟你 咱换个角度来讲 他是一个欲望中的人 他根本跨越不到他的灵魂那去 他只是感觉上有那 是这个人的生命本身呢 他善的成分 我以为是善的成分高 他知道欲望恶的本身的一种堕落性 所以他往那凑合 凑合完之后呢 他就其实往往是很苦闷的 就是他解脱不了的 因为这头也不是做人做不下去 对吧 他没那么堕落 他没那么红尘 做神他也做不上去 因为他没那么干净 他两头弄不清 我跟你讲 很多宗教的人 你看他把经书 把这那倒背如流 很多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人不人 神不神 鬼不鬼 魔不魔 你搞不清楚他是什么 所以跟人说鬼话 跟鬼说人话 跟神不知道说的什么话 他跟神也说不着 我以为宗教里很多人是这样 人经不起考验 所以不要去考验 不要轻易考验别人 走入人心很难 走入自己心就更难 心未定就心不定 一切都不定 如果确定了 就当下 则当下就定 心静 安静的静 心静 则置声 智慧的声 心乱 则愚起愚蠢的愚 这话说了一半 我跟你讲 这话 真是心灵鸡汤 人经不起考验 所以不要轻易去考验别人 考验别人干嘛 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人心恶才去干别人的事 考验别人 对不对 人心恶去耍弄别人才是恶的 走入人心很难 走入己心更难 其实这东西就是说 走入别 你怎么能走入别人心 你没有他的背景 没有他环境 没有他的境界 你为什么要走入人 都带有目的 有目的就是错误 有目的就是错误 有目的就是自私 心未定 故一切都不定 这句话说对了 没错 但是在人中的情感中 在人的利益中 你心能定吗 你心怎么定 这是一个欲望的身体 对不对 当我有力量的时候 温饱思淫欲 我没饭吃的时候 我先活着 我吃饭能剩下的时候 我就 那叫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 爱情是一个说法 传宗接代是真正落实在 爱情的实际行动 有人说 那也不一定有爱情 那所以才乱呢 所以他颂扬爱情 他把人的欲望 跟人的忠贞连在一起 他去颂扬他 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 男的也太少了 女的也太少了 对吧 他才颂扬 遍地都是熟食无主 人还颂扬吗 肯定不颂扬 对不对 钻石都跟玻璃球的满地都是 那还叫钻石吗 就这么回事吗 所以人扭不开个 为什么扭不开这个金呢 自我的欲望 我以为就是自我的欲望 自我的贪恼 若确定则当下就定 你定起来就现在 定起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是心静则智 则智生 心乱则雨起 心静 安静的静 错了 先是静化的静 你心里才能安静下来 你就把他这丢话都给说完了 心里会安静吗 你无从下手怎么心里安静 这段话写都挺好 但你按照这段话走 你就无从下手 去掉红尘之诱惑之心念 之想法 心才能干净 心干净了 自然就静下来了 什么叫智慧起 用你的灵魂看待事情 突破了红尘不就智慧起了吗 反过来则雨起 什么叫心乱则雨起 想法了 自己有了男人了 然后看那个男人比这男人强 那怎么办呢 就得想招吧 招是什么 满足欲望 就是蠢货 好 就是蠢货 应该是德国之声啊 同样是 我们都连了一块说了 针对这个习近平思想进入宪法 他呢 这篇文章很短 但他引述了一个人的说法 人民日报海外版账号 侠客岛 这侠客岛呢 按照他的身份呢 就是他去讲一些相对比较 就是说 他把那些修饰词都扔了 然后他把他真实的概念讲出来 侠客岛 在他的 应该是什么微博账号 微信账号 我不知道 是这个账号当中的表现出来的特点 我认为是特点 谁要看到 对二中全会公报 透露的修宪信息 进行总结 他第一条 习近平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所以这个说法 习近平思想 是在党之上 在国家之上 习近平思想 是在党之上 是在国家之上 所以 我跟大家说过 上期节目我说了 如果习近平进入思想 进入党章 这是他 今天中共的一切 中共国家的一切 就是党国的一切的话 他哪里有必要这么急迫的 去进入国家系统 把习近平思想进入国家系统 因为党在国家之上 他没必要 完全没必要 他没必要去找这麻烦 没必要找这舆论 没必要找这冲突 因为党国不是 而不是执政党的概念 是国家依附于党的概念 那现在延续这个概念 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 让中共召开一次特别会议 讨论习近平思想进入宪法呢 一次特别会议 表示对宪法的尊重 对国家尊重 以执政党的身份 而一次特别会议 造成你是全党做出来的决定 我的思想进入了宪法 对吧 他是有着这个背后的真实目的 去也去来描绘的 所以他习近平思想高过共产党 高阔国家 那一人承担了一切来 第二 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个时候 党成为了习近平思想的工具 党成为了习近平思想的工具 而中共党的体系的一切 与习近平本身的做法 有着根本性的对立 反腐他就跟党对立了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把他们画在一起 画在一起 他今天不用废着劲 真的 他不用废着劲 废着劲 因为他在跟全党的最绝大多数的人 在产生着对立的东西 第三 无为一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 是转成国家 就是习近平未来的 在习近平思想进入宪法之后 他在国家体系中要完成的事情 要完成事情 所以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他站在执政党的角度来讲 站在共产党的品质的角度来讲 来约束着所有党员 他在约束所有党 他在紧防 他用这句话去防止 在中共政坛当中 在各层领导当中出现动荡 反对他的动荡 所以无为一体 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无为一体呢 这是他在习近平思想要做的事情 他因为超过党和国家了 第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基本就 这个 这个话是个非常含糊的话 二大爷的什么叫人类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吧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用你家操心的 共产党叫无神论来 共产党一切猴都是进化的 都是 人都是猴进化来的 你用共同体吧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要超越利益来 他不是今天中共党宣传的一切 用钱买 对不对 如果用钱可以买 就叫共同体的话 那女人用名为争取吗 男人用正经八百 去娶妻生子吗 找个配对的 七十卡跟猴一样干了就完了 用钱买 用利益算 人干了就完了 还根本那些都不用了 对吧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并没解释 那是什么东西 共产党没资格讨论 人类共同 命运共同体 那在正常的社会中 拥有既是宗教 他也说人是神造 如果你把人类共同体 下到一个人的 单纯地球上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我就说什么媳妇不媳妇 先生不先生 得谁跟谁干 不干白不干 干了也白干 所以那些都是扯淡 然后他说第五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所以国家监察委员会 成为了这个二中全会当中的 他讨论的一部分 而在现实环境中 已经没有人 人有能力抗争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就变成了中纪委 在党的系统中 变成了国家化 那中纪委的一切手法 变成了在 在党 在国家权力系统中 整个公元的系统中 将执行这种类似的做法 而这个做法将对所有人 都是一个相当致命的冲击 在我眼睛里是相当致命的冲击 因为这个就变成了一种 国家宪法的规定 他在确定了未来 未来某个时间再修宪时 之前的这个一个 完全是国家的概念 那就是中纪委被弱化 而宪法体制将被体现出来 说修宪可能涉及到国家主席任期 有人说 也有传言说会删掉三个代表 那这次公报来看 这些没有得到证实 三个代表很可能被删掉 因为他现在的修宪的概念 是跟毛泽东等期的 跟邓小平等期的 那之前已经被写入党章 如今入线板上钉钉 相比习近平思想的加冕 国家监察委员会 具有划时代的精神 那应该说 有着相当特别的含义在其中